国民党立委蔡振元在今天下午在做针对的交通部长叶匡时深圳验提出了质疑 而且要叶匡时坦然诚实面对就好不要哭哭啼啼 我们来听听蔡振元的最新说法 叶匡时部长很简单很坦然很平静的去面对我前段时间所提出来的问题 不要动不动就像个刺猬一样说要保留法律追溯权 这个不是好的态度基本上你只要一开始的回应说 回应说谢谢委员的提醒 那有一些跟厂商参念的部分如果有不妥当的地方 他反省检讨以后会注意不就没事了吗 他今天一副又哭哭啼啼的样子不好 政务官处理政务面对外界的很多的疑问 就坦然说明就可以了 如果他稍微碰到点压力就哭哭啼啼的 那我们老百姓面对e-tag这个事情不就欲哭无泪吗 所以这不是一个政务官应该面对问题应该有的态度 那他始终说我乌龙爆料 他始终避重就轻嘛 那避重就轻啊 在谈那什么这个豪不好法的参念那不是重点 是说他可以跟厂商吃饭 但他跟林包庸吃饭可能不疑不对 因为林包庸是他处理陈情案的当事人 在处理过程里面 他跟他私下聚会是不妥当的